路得很半光 OK 開了 好 Hi 向大家介紹一下 這裏是商臺的喉花園 平常我們這裏其實會下來 在上以在辦公室會很累 等人這樣 或者呢 如果有人都會在大間上 下的大間 都會下的那裏 將園海四五個同事在那裏 在那裏看見我這裏甚麼都說 是一個好的地方來的 還有一個更加重要呢 公司每年的Christmas Party 都在這裏搞的 但是因為今天都沒有搞的 所以這次呢 我們專門選後花園 那裏就是個牌的結論好結論 我們真的搞到這裏的公司 除了有人拿走來的 你都不想來的 可慢的 我第一次坐在這裏 是呀 你之前有來過的 但是不會好像現在都坐在這裏 我也少的 那如果大家有些甚麼問題呢 隨便問 在我們留言的問就可以了 因為沒有CDC 因為始終大家對淘汰不太好 應該甚麼都有形狀的 我覺得那個時候 我沒有問過你 不過我一開始認了 我都有一個問題 究竟淘汰酒 淘汰不淘汰的呢 就是我真的有想過這個問題 你講的是讓酒期間 讓酒期間 是的 其實這個不是很優惠的 那所以那個 我們講的那麽多的 就是失業有點濃烈 就是那個關節 那但是 我不是 可能我都知道他走一走 我如果要控制他們那個的技術 就這樣就這樣 可能是做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工作 不過我知道有些人的有 就很突然地要收拾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拿破爛 就是大家認識那個拿破爛 因為拿破爛有一兩件事 那些飲酒大家經常講的 就是去到某個期間 他就是喝Burgo 一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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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就是他喝黃白酒 十月後 他會酷素 我猜今次都問 不是有 不是有 但是呢 剛才我問你 譬如說是奉手的文化 是否要做一些食物的呢 所以我問通常是否要讓我走 人家 譬如說他想用奉手的時候 會否加速 其實是有人這樣做的 而其實我之前沒有去拿破爛 去做事 加上那些 即是叫做你拿破爛 不是真的做事 不是真的做事 只是做事 那你做的那份工是很害的 可以做一個工作 之類的那些工作 那次就在立法 當時是夏天來的 即是挺肝炎的 那好吧 我就星期六日 就真的沒有東西做 因為他們是星期六方家 那我就跟了一個朋友 就走出去 即是有些群人去燒東西吃 他們的燒東西是很長的 基本上全都在燒 那不是有人燒壞 那因為呢 南法他們是吃育肉餅 那好吧 那又吃了又喝 那他們現在呢 就一張海牆 那裏都要漏水面 又離開又走走 那他們的燒店就擺了些什麼呢 主要是野食 還有酒灰 和酒 和水 那他們呢 基本上 全日都是喝酒的 那但是呢 他們就要加冰加送藥 是 真正我們有時候 錄茶加糖 是 那是燒酒來的 主要就是當時都比較熱 那他們就喝了 白酒和粉紅的 那大部分人呢 都只是加冰而已 那有沒有人加水呢 有些人是沒有的 那我一去呢 那我一去呢 那就是本地人這樣跟我說 所以呢 令到我後來有些少許改觀的動力 我們不要說 就是每次叫別人說 你這樣混合就很不專業 或者是很不足夠喝了 其實我想這件事 是給你當地的那些人數深入的 那些可能是天氣不太快 就覺得這樣可以補充回水分 可以用到水分 好 我們今天第一集 就簡單說 是有望、聞、聞、切的 即是有時候你看到大家喝酒 會看一看 不斷看一看 待會告訴大家 為什麼 因為他會聞 然後喝 所以有望、聞、聞、切的 四個階段 今天為了隆重重重重 我就打算開箭 很多 你說我會不會呢 那當然不會 因為呢 沒有商場太貴了 我們這樣開 做幾十件就不算了 但是今天呢 Rebekah和國內 特地拿了她家的刺 這些酒 就是上次做節目 第一集 《女王刺酒》的時候 唐英蓮介紹過 300元左右的酒 但是很好質素的 是啊 所以今天可以試一下 不如這樣 大家有機會近距離 看Rebekah怎麼開酒 因為開酒 我都學了兩行 才學得 你來吧 你來吧 專業一點去開酒 你一邊開 我一邊講講其他 好 Rebekah如果大家有聽節目 為什麼會找她來做節目呢 因為我幾年之前 學紅人刺酒的時候 都是跟老師上課的 我看到有人留言 之前看報告說 很難得 聽得明白我們兩個說什麼 因為她以前試過跟一些人上課 就發覺 就開了一個蓋子了 就發覺睡著了 講紅人刺酒 說不聽不明白 所以我都是跟你上課後 發覺這個女仔 女士 這個女仔 打得多好 因為一個好的老師是很重要的 應該因為這樣 所以就捉了她進來上課做節目 剛好之前 要帶曾俊華 他就捉了她 幫忙待四集 解釋一下 有什麼知識 有什麼要知道 所以多謝你 多快又開了 是不是很漂亮呢 開得很優雅 有機會教大家 如果用這個最簡單的開啟 你去開啟 是 其實有年常有開啟的方法 跟我有些不同的 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你看到 譬如我開啟的時候 我是戒這個位的 就是現在你看到的這個位 有些就不是的 有些要戒高一點 我就喜歡戒低一點的 其實這個是每一個人給你選擇 我覺得戒底下一點 就好像對我一點 所以就這樣 但是可能譬如現在我去開這個酒 始終這個酒 你見到還是很優雅的 嗯 有大色 是的 但是這個也是演解 那些酒廠會選擇 這種水蟲之分 他們去做這個位置 因為其他的不同的物料 可能那個大色的物料 就變成沒有不同的物料 那些空氣容易進去 是的 當然始終它都是一種天然的物料 譬如水蟲蟲 到最後可能都是因為 熱烈的關係 它會偷窟的 所以你越來越吸引舊的 就變得多 就是它有的心肌比較多 那些空氣可能有機會進去 開的時候 也可能會變相容易一些 不過也有機會 就是如果那些藥水蟲蟲太乾 它開始就會碎 那你開一下開一下 如果你太大力 就散了 就掉下去 那這個暫時還是很新的蟲 所以都很容易開的 Rebecca 我們正式上課了 以前怕她上課 每一次就要做這個動作 開頭都是很辛苦的 看 聞 問 切 看了先 我們倒一點就見 讓我收拾你 讓我收拾你 讓我來 稍稍夠了 我們不太多 夠不夠 8、9、9 平時你不夠 你這裡一口就喝完了 我在做事 好 首先要看 什麼叫看呢 千萬不要做這個動作 我見有些人真的照我這樣看 不是照雞蛋 是在街市照雞蛋 通常是怎樣的呢 我們是要有一張白色的紙 在一台上 這樣照下去 好像Rebecca現在這樣 她這個位置最漂亮的點 就照到究竟這個酒是什麼顏色 通常我以前上課 就有幾個顏色的形容 是的 由最淺的紫色 紫色 去到下一個 Ruby 即是紫紅色 或者你家裡很多的紅寶石 然後Ruby 之後又叫做Garnet 即是石榴石 最後有一隻叫做Tony 就差不多到啡啡地色 是的 那現在這個 叫做什麼顏色呢 如果你這樣看 是不是只是 你的Ruby呢 紅寶石 紅寶石 因為你見到 我們看的時候 看什麼呢 如果初級的朋友 其實基本上我們看一下 它大致上是什麼顏色就可以了 中間的同學 其實就會看邊的 是 你的邊現在 你見到 有一點點淡的粉紅色 邊的紫色是哪裏 邊這個位置 這樣看這個 是的 因為中間的顏色 跟邊色不同 沒錯 其實如果酒開始變色 其實代表了 它開始 所謂的層面老化 是 那個顏色 都是由邊開始變化 就是跟我們開始 譬如看個人 咦 它的皺紋 開始在哪些位置出 是的 眼尾 魚尾紋 這些 這些都是這樣看 但是現在我們看的 這隻酒 都是非常之年輕的 一個很正常的 紅寶石色 那邊的很粉紅 那畢竟你的酒 都是很深的 幾年 2018 所以這隻手 是很深的 三、四歲而已 還有它本身是天花 其實不會很深色的 你看到它 你只能看到你的手指 是 譬如我們之前 如果你 就是你看的酒杯 我在這裡看的酒杯 其實是看到你的手指 這瓶如果不會的話 我看不到 原來 你的照片應該比較深色一點 剛才簡單說 看第一步 就是看顏色 大約可以猜到 譬如它是什麼圖 大約可以猜到它幾歲 譬如越淺色 越偏紫色一點 相對就代表越年輕 越深紅一點 就代表越老一點 是啊 如果看到啡色 所以這瓶是否有機會 在暗港 越是老的話 它們的紅 藍 就會開始一群 剩下的 剩下的 就比較淺色 因為它們的色素 一路 進化的過程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變化 所以在這個情況 這瓶是精準的地方 是 有些人還說背景很大聲 後面這個學科院 有什麼聲音 可能有一個抽風機 我們試試盡量說大聲 好 Rebecca簽了很小聲 要你大聲一點 好 接著要紋 我們就要脫脫口罩了 這個時候 如果大家看到 我們有些鼻子很髒 抖出來的話 我會知道 我們很久沒脫脫口罩 我真的很久都沒有 你看我鬍子也不太提 就知道了 好了 接著要紋 紋對我來說 是最難的事 因為紋完 Rebecca老師會問 你聞到什麼味道 我剛剛上課 我們真的坐在這裡 我們先試試 對 通常聞一下 不太聞到什麼味道 通常搖一搖 它揮發得多些 你就會再用一點聞到 我問我的 通常我聞 我一開始搖得很厲害 我未搖它之前 我就會聞 想再多一點的味道 可以出來的時候 我就會大力一點 再聞 再聞 不停搖 不停搖 因為其實你做這個動作 那個目的就是 希望多些空氣進去 那個杯裏面 那些酒 也會發揮一個作用 令到那些味道更加出 但是如果你不停狂搖它 那如果一隻酒 還是好新 比較年輕一點 它是守得住的 但是如果它是一隻 即你曾經喝的舊酒 那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可能一揮發就沒有了 是的 它有機會是會被你無散 所以你不要覺得搖酒是沒有 是真的有作用 是的 還有我的經驗 如果你試試第一次 你能聞多少聞到 你買一瓶長霜絲 Sulfian Blanc 它那種草味很出 你聞都容易聞 那些檸檬味都容易聞 紅酒相對是有些難度的 給初學者學員 有些什麼味道你能聞到 老師 其實它也是一個很正常表現的 黑皮樂 還要來自這個 Berganby的Pisane 對我來說 它也是偏向一些 紅色取光的味道 例如是士多啤梨 一些蟹蟹 一些蟹蟹 還有一些蟹蟹 一些蟹蟹 我覺得其實像蟹蟹蟹的那塊皮 但是它也有些香料的味道 正香 所以其實我覺得都容易吸引 你不要以為很容易 這些要喝了十幾二十年 學了很多年才說 我只是聞到蟹蟹味 其他那些就聞到了 喂 這個是需要一些幻想 是的 還有可能你喝完之後再聞 那味道又有些不同 我們聞 聞 聞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問一下 想不想知道是什麼 這樣可以切 切是中醫來講 即是把蟹蟹 真的要看就可以喝了 當然可以喝了 乾杯 喝的時候 Rebecca視頻 對了 有時候我們好像 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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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作用呢 Yang跟Rebecca撞完 可以告訴大家 真的差很遠 大家一家可以試一下 其實我做的動作 都是想酒液 在我的口腔裡面 全方位流動過 然後才吞 其實我們那個蟹蟹 不是每次都會吞酒 一般我們都會有一個 可以給你吐酒的桶 就吐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那些味蕾 和那些口腔 全部都是在口腔裡面 其實吞到喉嚨 已經感覺不到味道 主要喉嚨的位置 就是感覺糾正 而如果你說 真的喝這個 葫蘆酒 我們的舌 口腔已經可以感覺到 你問我 跟剛才我們聞的時候 那個味道 會不會相差很遠 我會聞得差不多 更加可以確認 就是覺得它那個 草莓 草莓 紅莓 紅色水果的 比較感覺 多些 但是其實我覺得 喝了入口 它也有一點點藍莓味 它的果味 是更加在口腔裡面 再複動多些 有一點點藍莓的甜 但它本身的酒不是甜 但有果質的感覺 是啊 而且始終它比較青春 只是三年的酒 它有這樣的風型的感覺 是很正常的 喝下去又可以看酸度 甜度 也有丹寧 不如這一種 你覺得比一般的Pinoir 那個丹寧 算不算高一點 我覺得很食重 就是它 整體的酒的結構 雖然都挺有力 但是它都是那些丹寧 或者是那個質地 都是比較像C那種 比較溫柔一點 但是它還是挺多的 你感受到 因為有些人不喜歡喝Pinoir 就覺得它沒有料到 為什麼好像少少丹寧 都感覺不到 那這個好像你的感覺 就比較適合一點 對 而且我覺得它的酸度 可以感覺到 譬如我們如果要感覺到酸度 的時候 應該怎樣感覺到呢 主要我們都是靠我們 舌頭的兩行的感覺 有些朋友可能 舌頭的板 會比較大 現在喝這個 其實那個酸度都挺好的 因為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這樣做酒 那個酸度的控制 非常毒 因為在釀酒的期間 釀酒師要配合到的 就是有那個pH值 就是酸鹹值 還有我們入口的時候 那個口感 而如果這隻酒是不酸的話 你喝下去 好像覺得很懶釀釀 還有這隻酒 可能有一點點 角度插進來的 是 看問問切四個步驟 簡單 看看聽眾有什麼問 除了我們的麥克風很小之外 就暫時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Tate call 跟我們說Hi Tate call 大家隨便留言 因為這星期我們答不到 可以下星期再回答 總之我們由今天開始 每個星期一 兩點鐘 我們會在後花月和大家見面 不過除了下雨 下雨就會看到 今天很棒 很後悔沒有拿衣服出來曬 你知不知道 浴室用了很久 今天天氣應該是曬衣服 對 還有你老實說 我覺得天氣的情況 是會影響到我們選酒 對 因為現在好像這樣的天氣 有些暖的都 但有些潮濕 你知道這陣子天氣也是一樣 那喝一些酸度比較高的酒 感覺好像沒有那麼聚 對 例如你剛才說 那隻Sorbingum Blot 長生紙 在這些天氣喝 都是覺得很舒服 但譬如你說 如果不是的 天氣比較冷一點 那可能你喝一些比較重 一些的酒 感覺就好像適合 所以我覺得香港人 應該多喝白酒 以香港的天氣 尤其是夏天那麼長 不要只覺得紅酒會喝 試多喝白酒 那大家繼續留言 有機會 有人問 是不是所有節目都會做直播 譬如他覺得 一切從音樂開始 可不可以做直播 我跟法仔說 看他凌晨2點至6點 可不可以做直播 我們今天談過那麼多 下一集 不如我們說說怎麼選擇酒杯 這一款好像是普通的酒杯 另外還有一些高身一點 圓身一點 是不是每一款葡萄粉種 又要配一款酒杯 下集再說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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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